我还没换衣服 干嘛 我还没换衣服 要走了 你进来等我吧 让你们看一下公主的房间吧 这下我们差距这么大 因为你不是公主 我们这次是来澳门金沙度假区 打卡他们家的网红餐厅 然后今天要去的第一家就是非常火的巴黎轩 就是在澳门巴黎铁塔上面 我们要去吃他们的黑珍珠套餐 那赶紧换衣服走啊 好吧 走 我们今天来吃的是它这个黑珍珠套餐 这个餐前很小吃很可爱 它是用酸梅汤做的一个分子料理 看起来像果冻 不能说爆汁像爆珠一样 薄薄的一层膜 然后你用舌头饼的时候它会整个爆出来 酸甜程度刚刚好 然后让你口舌生金的那种酸甜味 这个是巴黎轩精致三拼 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吃的就是这个法国吉拉多生蠔 它配的是手指轻盈西柚枝 软滑又有弹性 甜美又风韵 带有一丢丢的矿物质的味道 然后吃得出它那种生蠔的鲜甜 最独特的就是我刚喝那一口 它是法国原装进口海水 这个是巴黎轩蟹肉鱼子酱塔塔 下面是纯的蟹肉 那种丝丝甜美的饱满的蟹肉 蟹肉的丝里面就会串出一颗颗的那种鱼子酱 就有那种独特的鱼子酱的咸鲜味 那种冻鹅干酱脆皮乳猪拌松露丸子法式手指饼 每一个菜的味道都很独特都很鲜明 但它凑在一起又能达到那种相互影响 又相互和谐的那种状态 这是高手做的菜 就第一层和最后一层都是酥的感觉 中间是鹅干就是来自胆酷醇的油脂 最上面那一层就是猪肉的油脂 就是不同的油脂混杂在口腔里面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浓厚的变化十足的香味 金沙奶油蓝龙虾球拌香芒柚子沙沙 我觉得这个名字对我不是很友好 又是奶油又是蓝龙虾 你们觉不觉得那个咸蛋黄 真的是跟各种食材搭配起来都是精妙绝伦 更何况它今天搭配的是蓝龙虾 钳子那个肉很厚实 甚至还能吃到一点点爽脆的感觉 然后外面那层裹着咸蛋黄的那个脆壳 那个咸香味真的是绝了 它炸锅的那个壳吃起来是又油润又咸香 然后里面的虾肉又很鲜甜 冰冰的带着一点爽脆的冰草 它上面加的是泰式的料汁 它这个是虾皮和虾肝 有那种很浓重的海鲜的香味 跟酸酸甜甜的芒果混在一起 又感觉它香味很神奇 香肩A5诺尔岛和牛配羊肚菌汁田园食蔬 光是叉子叉进去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这个牛肉它有多嫩 然后这个细密的脂肪分布 它就决定了这块肉的口感 牛肉完全就是肥美多汁 那个和牛的那个脂肪 它像是一个个的那种小炸蛋 在那个肉块里面爆破开来 浓郁的牛油的香味就串出来了 煎到刚刚外面那层牛肉起了一点点酥壳 所以吃起来是外面有一点点酥酥脆脆的 然后里面就是爆发开来的丰厚汁水和丰厚的油脂 羊肚菌的鲜味代表了春天你知道吗 就它很短暂 羊肚菌做的这个酱汁就十分的鲜美 然后很浓厚 就裹在那个和牛的外面那一层 就你吃起来是那种浓郁的那个菇类的香味 然后带出的浓郁的脂肪的香味 女孩子最爱的甜品 巴黎萱白巧克力蜜桃 这个是纯水蜜桃做的雪趴 是一个水蜜桃味的甜蜜梦境 在你的嘴巴里也融化 就是如梦如幻的 它那个非常清明 像一个美丽而易碎的梦 这需要敲碎吗 它明明好软哦 哇中间是那个水蜜桃的芯 看看看 它是那种很顺滑的慕斯的感觉 中间是有一缕那种蜜桃的香味 外面白巧克力也是 从内到外都是清新的甜美的感觉 完全不会过甜和过腻 吃起来真的很爽口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的黑珍珠套餐就吃完了 整个用餐我感觉他们的那个菜 与菜之间的配合的节奏感很好 然后价格它是1288一位 加收10%的服务费 然后这价钱是澳门币 吃下来一餐不会过长 但是有难得的有这种机会去品味 一整个菜单的这种用餐体验 所以来澳门金沙度假区 一定要来巴黎轩大卡 哇这风吹了好像仙女 有没有 我觉得澳门的风好湿好黏 就感觉出了这个风之后 晚上的保湿工作都不需要做 然后我们今晚吃饭的地方 就在我身后这个铁塔的巴黎靴 然后呢我要去蹦野地了 澳门有这个链啊 诶我这样子像不像那个导游姐姐 现在我左手边的这一个呢 是澳门巴黎铁塔的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今天在巴黎人酒店的三楼 要打卡的是巴黎人法式餐厅 走 这个菜一上来的时候我就兴奋的凑手说 法式白酒煮青口 好香啊 非常典型的法国菜 蘸一下 好嫩 整个在煮的过程中 不加一点水 全部是用白葡萄酒去把青口煮熟 所以它在张开那个过程当中 它就吸满了那个火香味 非常浓的白葡萄酒 感觉那个细细软软的青口里面还爆姜 爆的姜就是白葡萄酒的那个汁 然后那个汁呢 又带着一点黄油的奶香味 还有蒜香味 然后加上一点法式香草的味道 你们怕蜗牛吗 法式蜗牛 这个味道跟那个青口的味道有点像 除了没有酒香之外 蜗牛的肉其实吃起来 比田螺的肉要再软和绵一点 它的黄油加入的很妙 就是之所以成为居蜗牛的灵魂 就是因为它蜗牛本身是没什么油脂 但这个黄油一去 那个油润的香味和那个油的质感一下就出来了 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菜 这个是油浸鸭腿 其实在法国里面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菜 我不用刀子我用叉子剥给你们看看它的肉 是非常非常松软的那一种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鸭皮的部分 它那个口感真的是既油润又酥脆 外面那一层它是煎过的 我们今天吃的这家巴黎人法式餐厅 点了几个他们的招牌菜 你看它招牌菜有一个很简单的标识 就是它前面会有一个小铁塔的标志 如果你想要体会那种正宗的法式菜的感觉的话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尝一下法式油浸鸭腿 真的非常棒 OK就是这样 我现在要去吃大糖的沙利福塔 这是贝克汉姆吃过的沙利福塔 你好 我要四只 四只四十块就四只 土塔就感觉料很足 肥肚肚的 好足啊 然后中间的这个蛋塔芯又非常的嫩滑 我要拍 要拍特写哦 哦 他唱歌 要跟他遥远的就对唱一首吧 哦 他的胸肌在动 哦 休息来了 然后给他打个招呼 哈喽 どう sound 我很高兴 Romeo 乖 heritage No OK 拜拜 先是愣住 然后被我的美貌所惊叹 然后就突然想起 原本名字叫朱里 开始跟我表白 然后就开始亲吻 他就说如果有逞损就可以捶下去 你说我没有 It's too dangerous Paris 喔 我被抑取了 躲在內心都看不到你嗎